民国出现了那么多武术家,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上阵杀敌的却很少? 上个世纪的初期,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时代,众人都撑这段时间为民国。 可以说,民国时期出现了太多的人才和大师,其中的武术大师更是一抓一片。 大家可以随便找一找有关于民国时期的书籍,都能经常看到很多民国武术家在擂台上挑战西洋或者俄国等大力士。 不过,话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,晚清时期有不少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了侵略。 期间也爆发了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,为什么几乎没能看到这些武术大师亲自上任杀敌的英勇事迹呢? 难不成,当时的武术大师们都是些花拳秀腿的功夫。 和今天大家所看到所谓的气功大师不同,民国初年时,武术大师们都是有着严格传承的,一个大师的名气绝对是和他的实力是成正比的。 我们国家的传统武术,说白了,就是真正的技技术,特别,讲究实战上的能力,而那个时候想要学习正宗的武术,一定要有师父的传授和自己的苦练。 就拿练习枪法冷兵器来说,每天端着一柄枪,在空中挑刺五百回合,练马两年之后,再谈其他的招式。 民国时期出现的那些武术大家,例如孙怒唐,杜新吴等等,全部都有一身好功夫,不然,一些地方上的军阀也不会都趋之若无的,请他们来自己的部队当武术教练。 可以说,要说一对一的比试,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打败外国的大历史,基本上都不成问题。 就说抗战时期,日本空手道公认,第一人则警舰向武术大师王湘斋发出了挑战,但是,双方交手紧片刻,就被连续击倒三次, 于是,心甘情愿认输,并拜在王湘斋门下,最学习中国武术数年之后,则警舰回到了日本,又自创了太起拳,时至今日还有数十万日本人都在练习这一拳手。 但是,就算民国时期的武术大师再厉害,遇上了战争也知,能是有心无力。 有一句话叫做武术再高,也怕菜斗。 二战时期的战争,不像以前的冷兵器时代,不光是靠人来打仗就够了,武器的先进程度,后勤保障是否充足,国家的资源和财力等,所以打仗不是靠武功厉害就可以的,一个人武术再高,也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。 例如,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,不少武术家都选择外出避难,而拒绝出逃的武术大师程廷华,因为和德国士兵发生了争执,最终被德国士兵乱枪打死。 相信大家也都了解,在战争中里存在了白刃战,日军里所流行的刺杀技术,毫无花哨可言,完全就是最简单的杀人方法。 可以说,如果拼刺刀的话,一个日军能够与三个国军相抗衡,恰如遇到一个使枪冷兵器的武术大师,和一个日本兵在战场上进行白刃战,凶狠的日本兵还真不一定就会落败。 大规模战争和单打独斗是两码事,所以也不能说民国的武,术家不上阵杀敌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